大家好,我是Den 大家喜欢看《恋爱实境》节目吗? 就是素人男女出演后彼此认识《相亲配对》的节目 而因为是以一般人为主轴的节目 所以从家开始到《哈特西根》的《欢森与内》 持续发生过不少的争议 但是,在最新的《恋爱实境》节目《男人所有》中出现了 统一所有理念不合的韩国论坛 让网友们集体傻眼的男性出演者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首先,这位是28岁的女性出演者成长 与三位男出演者进行约会 男人们的心都是一样的 不是,不会都一样的 我的心应该会更大 我不想说请不要有负担这句话 我觉得那看起来很做作 我真的很想要你,想要你 请你一定要有负担 然后四个人来到了一家餐厅 这样三对一的约会感觉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快乐就可以的节目 希望工作人员们也能快乐 所以我想要很努力的参与 突然深思的影响 我问个问题 真的只是为了出演节目? 为了有趣出演的吗? 不是,不是那样 我刚才在自我接受的时候也说过了 希望能找到一个能一起分享快乐的对象 为了能见到温暖贴心的人 所以出来了 人?还是人们? 想见那种人? 看来是很喜欢抓画饼的一个人 不知道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三位还满意吗? 我们很满意 我们很满意 那我们在这里结束吧 你要衡量到什么时候? 我真的想问一下 和谐的气氛一瞬间变得非常僵硬 我们才认识第二天而已 需要再了解一下彼此 那我也可以去见别的女生后再回来吗? 我希望大家都能尽情的享受 在这里愉快的度过 是真心吗? 是你要我去享受的 所以我会去享受 我快乐的与别的女性约会 你也不会怎么样吗? 看来这难得以为她跟邱家已经是情侣了 那是影车的选择 我不觉得那是不好的事情 你不相信命运吗? 命运般的相遇很好啊 你现在的回答很重要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我不会在意你见别的女生 这里本来就不是只跟我一个人约会的地方 我能问一下对我的信任是百分之多少吗? 那是秘密 怎么能直接说出来呢? 我说过我是百分之百 我还是想当成秘密 是吗?真的不后悔? 真的想那样? 要有点秘密才更有趣不是吗? 那我们的信任就倒塌了 还不如直接说吧 是还是不是 因为气氛变得实在太尴尬 坐在旁边的男生想要帮邱家说话 我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看的话 我是在问邱家 你刚才的回答 我听起来为什么这么不愉快呢? 我觉得爱情不是用脑子来做的 但是你却在用脑子 在约会结束后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呢? 没有 完全没有 我们之前有说过 有些人会把没礼貌当成是直率 他就是典型的那种人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男女出演者们回到宿舍后的片段 不怎么想提到约会事情的程甲 永切尔也说一下吧 约会怎么样了呢? 我想吃炸酱面了 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次是没能出去约会的出演者 会留在家里吃炸酱面的设定 他当着程甲的面说出了这种话 程甲赶紧离开了那个地方 最终流出眼泪了 然后永切尔突然叫了永甲 我比起程甲 其实更想认识永甲你 你知道我第一次选的是谁吗? 就是你 撒谎 一开始选的就是程甲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很喜欢永苏吗? 因为他对我很好 所以说是还有希望 我可能会向你前进的 我的作风就是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但是今天的约会真的不怎么样 然后因为听到哭声 程甲来到了程甲身边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程甲将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程甲了 第二天的随机约会是 永切尔跟程甲 我觉得你对程甲的态度是错的 你只听他说了 可没听过一次我说的 我知道他哭了 但是我不能理解那个部分 为什么哭? 要哭的人应该是我 因为你大声对他喊 所以他真的有感到害怕 是这样的 我已经明确地跟他说过 我的耳朵听不清楚 但是现在这个距离你都能听到啊 不是可以不用那么大声吗? 我没大声喊过 我是用我的心说话的 以后不管见到谁 也请你不要用脑子来谈恋爱 他是没脑子吗? 怎么对脑子这么执着? 但是最起码要遵守礼仪跟关怀来谈恋爱吧 那等一下在大家都聚集的时候再说吧 可以说吗? 说出去吧 那你会道歉吗? 我? 我为什么要道歉? 上周的节目就是在这里结束的 在节目结束后 因为有很多网友们留言说 穷村很帅气 穷村赢了 所以永全就在网上留言 不是啊 看没有播出来的部分的话 是我赢了 我最不喜欢的人就是穷村 下一个是穷家 如果不是这两个人 我应该会与其他四位女性 留下很好的回忆的 看到穷村的面相了吗? 我能看出来 所以非常讨厌 我其实一开始是喜欢赢家 但是穷甲来诱惑我 所以我被骗了 结果还开玩笑的说是秘密 我当时是百分之百的真心 然后 一位网友给永全留言 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没能结婚了 对此永全这样回复了 是吧 如果跟穷甲这个人结婚的话 真的会出大事的 真是不幸中大幸 然后也上传了鳄鱼的周片后留言 鳄鱼的眼泪 看到的不一定是全部 然后在节目内外被影车攻击的枪甲 在IG发文表示 自己因为影车的种种行为 正在接受精神科的治疗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好恶心 啊 血压要上升了 看影片的话 因为他的语气跟声音 会更让人上火 这种人就是在交往后 不会好好分手的人 所以绝对不能对他微笑 长那个样子 性格更糟糕 制作组应该会拍手叫好吧 最坏的就是制作这个节目的家伙们 这种不能控制自己愤怒 什么事情都觉得是对方错误的人 之后就会变成恐怖恋人跟踪狂 不知道大家周围有没有这种人 如果有的话 真的要小心 对于这位男性出演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猜只好看 都知道 THERE 同嘞 MKS 就 F O AA T E